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亲在家里独物私人 我就和老公商量 把母亲接到家里住一段时间 老公满口答应 婆婆知道母亲要来 高兴地说 亲家母来了 就有人陪她聊天了 她还追问我 什么时候去接母亲 说她一定要和我们一起去 母亲担忧地说 这不好办 你婆婆和你们一起住 万一我和不来可怎么办 我说 妈 这事你就放一百个星好了 我婆婆这人很好打交道的 知道你要来 高兴得不得了 还要亲自去接你呢 我这样一说 母亲也就答应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决定 对我们影响会那么大 母亲来的那天 我和老公带着婆婆 一起去了火车站 眼前的婆婆 就大声地边喊边挥着手 冲了过去 亲家母 亲家母 这儿 我们在这儿 我的目光顺着婆婆跑过去的方向 刚刚搜索到母亲的身影 婆婆就已经把母亲大包小包都卸下来 挂在自己肩上了 我和老公连忙跑过去 婆婆顺便取下肩上的大包小包 往老公肩上一挂 拉着我母亲就往外走 边走还边给母亲介绍 周围标志性的建筑 有名的小吃的 喜欢的服装店 见母亲光着脖子 还硬是邋遢的路边 去买了一条丝巾 上车的时候 她拉着母亲坐到后排 一直挽着母亲的手 兴奋地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母亲嗡嗡嗡地回应着 我和老公坐在前排 硬是插不上话 见此情景 我真的很庆幸 我遇上了一个好婆婆 可更让我惊讶的是 婆婆根本没和我商量 早就腾空办个衣柜 她笑眯眯地对母亲说 今后咱俩姐妹就住一间房 睡一张床 用一个衣柜 她拉开柜门 我都收拾好了 今后你的衣服就放这边 我的放那边 衣柜有七个门 婆婆就给母亲投出了四个 饭桌上 婆婆又热情地拉着母亲 坐在自己旁边 边给她盛汤夹菜 边说 亲家母多吃点 吃好了 我带你逛公园去 母亲点点头 用求助的眼神看了看我 我明白母亲想休息一下 就连忙对婆婆说 妈 我妈今天坐了这么久的车 可能有点累了 今天呢 就让她好好歇歇 明天你们再出去逛好不好 婆婆愣了一下 好像突然明白过来 哦 还是女儿想得周到 今天下午啊 你就好好休息 明天我们再去啊 吃过午饭 母亲要帮忙洗碗 婆婆一直把她推到卧室门口 并关上门说 这事儿交给我就好 自己好好休息去 明天我们好去逛公园 那天下午 婆婆硬是出去买了把油脂伞 说拿来明天照相用 第二天一早 婆婆都兴冲冲地收拾打扮好了 母亲就说不想去 我不想扫婆婆的心 就劝母亲去 母亲就红了眼眶 见此情景 婆婆连忙说 要不今天就算了 等你妈妈想去的时候 我们再去 婆婆虽然是笑着说的 脸上却是满满的失望 一连好几天 母亲都把自己关在屋里睡觉 开始的时候 婆婆还劝几句 叫她想开闲 说人死不能复生 活着的人还得继续活下去 她也就不再劝了 从一声声叹息变成一脸沉默 母亲也开始主动帮着洗碗摘菜 可后来就干脆吃了水 睡了吃了 就这样 两个人谁也不理谁 一个月过后一天下午 我正准备下班 母亲突然打来电话 萱萱 你叫刘峰把我送回去吧 看人家脸色吃饭过日子 妈不想再过了 我一惊 正想问她怎么回事 就听见婆婆扯着嗓门嚷 谁给你脸色砍了 我说亲家母 说话要凭良心 你来我家这么久 我哪天哪顿饭 不是好喝好招待奉饰你 可你呢 每天板个脸给谁看呢 我一听 这怎么了得 赶紧打电话给老公 叫她马上过来接上我 一起赶回家 客厅里 婆婆和母亲一人坐在沙发一头 气鼓鼓地像两尊蜡像 我连忙换了拖鞋走过去 问道 妈 你们这是怎么了 我话刚问完 两个人就一口同声指着对方 你问她 老公连忙过来打圆场 别急嘛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误会是解不开的呢 她对我母亲说 妈 您先说 母亲说 算了 我还说什么呀 我才来住几天呢 就给我脸色看 婆婆立马反驳道 到底是谁给谁脸色看呢 两个孩子可以作证 知道你要来 我高兴得觉都睡不着 我亲自去火车站接你 每天好吃好喝的侍奉你 还计划着带你出去玩 可你呢 整天就板个脸 我是借你的米 还是你的糠 还是怎么来着 不喜欢我可以走啊 门是开着的 反正我煮饭 也是给我儿子媳妇吃的 不是 妈 说些什么呢 老公连忙打断婆婆的话 我也连忙 替母亲解释说 妈 您别生气啊 我妈是因为我爸刚去世 心情不好才这样的 她不是板着脸 只是笑不出来而已 婆婆冷哼一声说 哼 她心情不好 就该给我脸色看嘛 当初刘峰她把走的时候 我给你们脸色看了嘛 人家都说 两口子就想打电话 不是你先挂 就是她先挂 难不成整天把这个脸 死了的人就会活回来 母亲也似乎吃得秤妥铁了心 叫我别管了 她说 人家想撵我走 我还就偏不走了 自己女儿的家 我想住多久 就住多久 见此情况 我和老公不得不 隔拉隔曼 到屋里去 好言相劝了一番 我对母亲说 婆婆其实是个 非常好的人 她想带您出去玩 是想让您 从悲痛中走出来 只是她没有站在 您的位置上想 没能顾及您的感受 老公说 太对婆婆说了 说母亲不是不高兴她 只是因为还在 失去丈夫的伤痛中 一时很难开心起来 经过我和老公 两个人的努力 婆婆和母亲 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终于握手咽河 第二天早上 我们一起床 就看见婆婆 在厨房里忙活 母亲在端饭菜 看到我们 两个人都笑眯眯地 招呼我们赶紧洗漱吃饭 我以为 婆婆和母亲 都解开心结 家里就会天下太平了 可没想到 不过半个月 婆婆和母亲 又闹上了 那天 我和老公一回到家 就见婆婆和母亲 又一人坐在 沙发的一头 气鼓鼓的 像两尊蜡像 一问才知道 今天婆婆约了两个人 来家里打麻将 婆婆坐母亲的上方 好几次婆婆自摸牌 都被母亲给碰走了 母亲也正好有几张牌 正要需要的时候 也被婆婆打给对方 让母亲没摸到 婆婆说 还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呢 有这么大的 母亲也说 你给我打走那么多牌 你怎么不说 我和老公顿时无语 又各拉各妈 回屋去劝了好半天 婆婆和母亲 其实心里都清楚 在牌桌上 谁都不是故意的 只是看着自己的牌 被别人打走 心里始终不舒服 不过他们也明白 打牌其实就是个消遣 有输就有赢 而且反正输赢也不大 为了不再 为打牌发生矛盾 婆婆和母亲一致决定 今后不再打牌了 消遣也要玩有些意义的事 于是俩人一致决定 趁着还走得动 旅游去 只要家里不再发生战火 我和老公都是绝对支持的 于是联邦联系旅行社 给他们定了去云南的旅程 旅行团刚到云南那天 我和老公还担心 他们会在那边有出什么状况 就打电话过去询问 听到电话那头 婆婆和母亲爽老的笑声 我们胸腔里那颗悬着的心 总算落到行窝里 看来 这次他们俩的决定没有错 可是一周后 婆婆和母亲回来了 我和老公去机场接机 却见婆婆气冲冲地 拖着行李走到前面 把母亲丢得远远的 我和老公连忙一人一个 接过行李箱 放到后备箱去 婆婆和母亲 却早早一前以后坐上车了 母亲和我坐在后面 我拉了拉母亲的衣服 小心翼翼地问 这次去云南玩得开心吗 母亲看着前面的婆婆说 开心哪 怎么不开心 要是没有些人 就更开心了 母亲故意说得很大声 我生怕战火 在这车上就燃烧起来 连忙阻止母亲 老公坚又和婆婆有关 轻轻拍了一把方向盘 叹了口气一问婆婆 妈 你老人家又怎么了吗 婆婆气冲冲地说 你就知道说你妈 她掏出手机翻到相册 你看看 我把她拍成了仙女 她呢 每招都把我拍成矮冬管 一听这话 我和老公对视一眼 不禁摇摇头 无奈地苦笑了笑 他们虽然吵吵闹闹 但却相处得更融洽 而且因为婆婆 刚失去丈夫的我妈 也找回了从前的快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